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过两天呢就要迎来作为一个理性购物狂一年里最期待的日子 也就是美国的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 那为什么说是理性购物狂最期待的日子呢 就是因为其实一年到头里面 我们总归会涨草几件非常贵价的东西 然后这些贵价的东西呢可能平时基本没有折扣 唯独只有黑五或者说是年底的时候 才会有稍微比较好一点的那个价格可以入手 所以基本上在每年这个时候呢 我的那个购物的欲望就会疯狂的上涨 每年黑五开始之前呢 我就是会去捋一遍自己的那个wish list 看看今年涨草的哪一些东西呢还没有入手 然后等黑五大粗开始的时候呢 就一个一个的逐个击破 所以呢今天这个视频 我就相当于是来帮大家去捋一捋你们的那个wish list 我会结合自己的购买经历吧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哪一些品牌 或者说哪一些品牌的哪一些款式是比较值得入手的 另外呢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原因嘛 所以呢其实我对各大商家或者说海淘这种电商 他们的每一年的那个promotional calendar呢 也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基本上我会比较清楚 哪一些电商上面去买一些什么样的品牌会比较划算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电商都会疯狂的打折 然后呢很多品牌也都在每一个电商上都会有嘛 所以呢我会把这一部分的信息呢都总结好 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今天视频里面要提到的这些单品呢 我也会尽量给大家找到就目前能入手的最低价 那这里面有一部分的东西呢 其实是我已经买了可能一两年或者两三年 所以呢就想说刚好也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update一下我自己用下来的一些使用感受 还有一些东西呢是我在双十一的时候就已经买了 然后呢最近这两天呢就终于收到了 其中呢也有我长草了非常久非常久的东西 所以呢今天就统一在视频里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那让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我们就首先来说包包的部分 第一只要说的包包呢就是一直我已经长草了半年的时间 然后呢终于在双十一的时候趁打折入手了 就是这只Sanlohan的Nikki bag 如果说你有在follow我的微博或者说Instagram 就应该知道前几天我不是跟那个Rebecca Minkoff有一个合作吗 然后呢就在他们家选了一只跟这个Nikki bag长得很像的包包 其实就是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试一试 这个包型在我身上的那个上升的效果 尤其是我入手的这个medium size 其实跟Rebecca Minkoff这一只呢size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在我试背了这个Rebecca Minkoff之后呢 就更加坚定了说我一定要买那个Sanlohan的这只Nikki bag的那个决心 之前一直没有入手呢 首先是因为它没有折扣 另外呢就是它真的还挺难买的 基本上前几个月它都一直处于一个 要么断货要么就是preorder的那种状态 如果你比较熟悉这款包包的话 应该能发现其实我买的这一只呢 跟他们一开始出的那只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链条是一个黑色的金属链条 他们最开始出的那款Nikki bag的话是一个银色的链条嘛 其实在皮质上面呢也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买的这一款的话它是一个那种小牛皮的材质 小牛皮的话其实就是还年纪比较那个年幼的那种牛的皮做成的 然后普通牛皮的话一般呢就是用成年牛的那个牛皮做的 它的尺寸呢是这款包型里面的那个medium size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 因为我最近就是想要入手比较稍微能装一点的包包嘛 所以呢这只包它真的容量非常非常的大 打开之后呢它这边是有两个非常大的那种甲层 所以呢里面能塞很多的东西 我最喜欢的地方应该就是它整体的风格是偏比较中性比较酷帅的那种 然后呢整个皮质的光泽感也是带有那种低调的奢华的感觉 如果说你也非常长草这款包包的话 我觉得黑五真的就是最值得入手的时候 我相信呢肯定会比我入手的价格更低 我买这只当时打完折应该是2000刀出头一点点 但我相信黑五的时候应该是能够大概有1800左右这样子的价格出现 那因为今天视频里面还有很多东西要说嘛 所以呢我就不给它做详细的测评了 或者之后呢我也可以出一个这种奢侈品跟评价T-type款的这种对比测评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呢就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 那下一个值得推荐且在黑五的时候会有很大折扣的呢 就是Marnie这个牌子 Marnie他们家的包包呢我一共有三只 一共呢就是这个水桶包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Trunk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一个相当于Trunk版本的改良版本 那这两款包呢基本上就是他们家最火的两个款式嘛 首先来说这只Trunk好了 这只Trunk我入的是一个mini size 然后呢它的颜色是一个非常非常嫩的这种baby blue 首先它的价格方面如果说你并不是非常的care它的颜色 那么在黑五的时候我记得我印象当中最低会有看到980 990这样子的价格 基本上是要靠抢的 它稍微比较热门一点的颜色呢 你可能可以看到1100到1200左右的这样子的价格 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你要入纯色的那种颜色的话 mini size可能看上去会更加精致一些 但如果说你想要入一些好看的拼色 那么中号或者mini都可以 使用程度上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mini size对我来说也很够用 平时的话你把手机横着放进去也完全没有问题 搭配上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基本上也是没有任何的搭配的限制 而且呢也不会有任何季节的局限性 所以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单品 那接下来这个水桶包呢 这只包包我已经用了两年超过两年的时间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因为它还刚刚出来 所以呢特别特别的抢手 而且呢即便这款包他们后来出的一些颜色呢 可能都是一些蓝色啊粉色啊黑色绿色这样子的颜色 很少会再看到这款棕色的 但是今年呢我发现这个棕色它又重新出现了 那它的原价是2000多嘛 之前其他颜色有打折的时候 我看到过最低的差不多是1800左右 然后我相信黑五的时候应该能碰到1600这样子的价格 那这款包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整个包型的设计 是一个非常复古的这种style 而且呢基本上我两年多用下来呢 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变形的包包 我之前的话其实还挺担心的 因为我买到它之后呢 就觉得说它的这个皮质因为是很柔软的嘛 但是呢我平时存放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也没有在里面塞任何的这种填充物 然后容量上面来说的话 这只包包也是挺能装的 它里边的话就还有一个这样子小的零钱袋 那第三只Marnie的包包呢 就是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入手的 当时入手的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 它的原价的话印象当中呢是1700800的样子 然后我当时入手的价格应该是800美金左右 所以呢真的非常的划算 那像这样子的包包呢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那种基础款或者说经典款 所以呢这样子的包包在黑五的时候是最容易打折的 真的撞包的几率非常的低 那大家在折扣接触着这样非经典款的包包的时候呢 要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不要单单只看它的价格低 你一定要去考虑它的这只包包你的实用性 以及说它的可搭配性 那我买这只包真的是因为首先我非常喜欢 它的这个黑白拼棕色的这种拼色呢 就非常的适合秋冬 而且呢因为本身是这种比较偏中性 偏大地色系的颜色嘛 所以呢搭配起来也很容易 款式上面的话 它是一个这样子两片式的包包 所以呢也还挺特别的 背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也有好几种不同的背法 你可以这样子单肩背 或者说把它斜跨 同时呢你也可以把它按照那个Chanel的流浪包的背法去背 所以呢能买到这只包包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 有一种像是淘到宝的感觉 那说完Marnie这个牌子呢 大家应该就会不自觉的自动联想到Louisville这个牌子 因为这两个牌子的包包在这几年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火 Louisville的包包呢 我自己有两只 一个呢就是Puzzle 然后一个呢就是Barcelona 这两款包包 我都是在他们刚刚推出的时候就买了 但大家应该能感受到 在我近半年的穿搭里面 几乎都没有再出现这两只包包 就是我觉得这两只包 真的已经被我用到非常的旧了 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放在我衣橱的最上边的那一层 就是老天不在家 我自己是拿不到的那一种 我会把我之前的穿搭罩呢都放在旁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那只Puzzle 我觉得被我背到有一点变形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保养好 然后Barcelona那只 因为我自己入手的是一只几皮的颜色 所以呢现在被我背得非常的脏 大家在入手比较贵价的包包的时候呢 还是要稍微去考虑一下它的那个皮质 尤其是因为秋冬 你会穿很多深色的衣服啊 或者说深色的牛仔裤的时候 几皮的包包呢真的还挺容易染色的 这两款包包比较起来的话 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去入手那个Puzzle 而不是Barcelona 因为Barcelona感觉今年已经并没有那么活了 但是Puzzle呢 因为他们还一直在推出各种不同的拼色嘛 所以呢大家可以考虑去入手拼色的款式 那说到这里又不得不说 他们今年非常火的那一款Gate 那款包包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长草的 而且险些在那个双十一的时候就入手了 但是呢我咨询了一个买了那只包包的朋友 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一点 我这个强迫症是无法忍耐的 就是他本身包包的肩带非常的长 然后呢你把它缩到最短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肩带的尾巴就会往两边这样子飞出来 就作为强迫症的我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可以忍受 但是呢我真的没有办法确保 如果说我在黑五看到非常好的折扣 是不是会下手 那Gate这款包包的话 我觉得在黑五的时候应该 七到八折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基本上在七到八折这个折扣范围内呢 大家都可以入手 因为根据北美这边的双十一的经验来看呢 很多商家的全场折扣里面呢 要么就是Louis这个牌子不参加 要么呢就是他的款式非常非常的少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牌子呢 就是Chloe Chloe这个牌子的包包呢 我只有一只 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只小猪包 当我看到它的这个链条的时候 跟它本身包上的这个纹路 说真的我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就感觉这只包上写着我的名字 它本身就有一种非常粘门平衡的感觉 首先呢它的这个金属链条 就有很摇滚的那种范儿 然后本身小猪包的这个款式 又比较有女人味嘛 那Chloe的包包在黑五的时候 折扣力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有一些商家前几天 就已经对一些VIP的用户 开放的那种private sale嘛 然后我就看到了Chloe的包包 最低有这种四折五折的折扣 款式上面呢也有很多今年的新款 就比如说我手上的这只链条版的小猪包 baby size的话 基本上是降到了那种三位数的价格 然后我这个size的话 我是看到有1200左右 另外呢就是他们今年下半年 开始比较火的那个 Roy跟Tess两个系列 Tess的包型呢 跟小猪包长得差不多 但是呢它本身看上去会更硬朗一点 而且它的那个肩带是宽边的 所以说另外一个 大家在黑五的时候 考虑一只包是不是值得入手呢 就去看他们最新一季推出的包包 主要是以哪个款式为主 如果说你在他们下一季的新款目录里面 发现他们还有在推出各种不同颜色的这款包包 那么真的在黑五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款式 OK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包包的牌子呢 就是Boy那Boy的包包的话 我建议大家不要去入手比这个size更大的那种款式 因为它本身皮质是比较硬挺的那种嘛 非常的有厚度 所以呢重量上真的还挺重的 那这只包包我刚到手的时候也是有给大家出过测评嘛 当时刚买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因为首先它的这个颜色是一个非常支性的那种颜色 而且整个气场又很强 皮质的那个手感也非常好 但是用下来我就会发现在我日常的生活当中呢 它的利用率真的不高 因为首先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朝九晚五的那种工作的上班族了嘛 所以呢其实这款包这个size 我是觉得它更加适合用来通勤 那Boy这个牌子平时最好的折扣 应该就是差不多满减最高可以八折 但是它在年末11月到12月这个时候呢 应该最好是可以看到六到七折这样子的折扣 一些有六折的地方呢 款式的选择上面可能就不是很多 但是七折的话应该还是有不少选择的 如果说我有找到六折的话 我也会把它放到那个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那说完生殖品大牌的包包呢 我们来说几个小众品牌包包 无论说是自己买的还是说品牌方送的 我觉得自己这两年都有一点买的太多 所以呢近期我也有在反思自己 就觉得说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多小众品牌包包 在做今天的视频之前呢 我就决定好说只推荐两个 我自己觉得最值得入手的品牌 首先第一个牌子呢就是Menu Elliot 这个牌子包包它是一个土耳其的品牌嘛 目前为止的话我自己是一共有四只这只包 其中有一只被我妈妈拿走了 最开始入的一只呢就是一个microsize的那个pristine 然后第二只的话就是被我妈拿走了的那只饺子包 第三只呢就是我手上今年入手的这一只小方包 它是一个目前很流行的这种粗花泥拼接的材质 第四只呢就是这只比较大一号size的这个盒子包 这只的话是我最近才入手的 这只包包其实我也是长草了非常的久 因为我有一点concern就是关于这只包的自重的问题 我本来以为它会是一只比较重的那种包 但是拿到手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它的重量真的很轻 但应该也跟我一样吧 对于比较大号的那种包包反而是希望它的自重很轻 这样子你多装一点东西的话整个包也不会特别的有负担 那这只包呢它在我身上就是一个这样子大小的感觉 包盖这边呢是一个这样子吸铁石的设计 所以呢装东西拿东西都很方便嘛 容量上面的话不用多说了 它能放很多 颜色上面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这种粉紫色的拼色 虽然说它的这个包面是一个几皮的设计 但是呢它的四角这边包括它包包底部这边呢 都是一个比较亮的漆皮的设计嘛 所以呢其实它会比整个都是几皮设计的那种包包呢 更加耐脏一点 最讨喜的地方就是它这个肩带可以任意去调节 你想调节成的长度 K5的时候我感觉如果说大家不是很care 它的颜色啊拼色这种的 那么我觉得5到6折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说你就是看中了某一个特定的款式跟颜色的话呢 那我觉得7到7.5折左右呢 都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 OK那第二个我觉得非常值得入手的小众品牌包包 就是登登登登 没有错 我已经推荐了1万年的这个品牌 Usefee 然后这1万年呢我都没搞清楚它是不是这样念的 那这只包包呢也是在最近双11开始呢 才逐渐看到有比较多一点的折扣 平时的话真的折扣非常的少 但有可能不会说是很多的那种不同的颜色选择 或者说最新的一些颜色 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款包包它自己推出的各种拼色 或者说各种款型其实都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呢它们家的包包就是属于那种 拼色很好看 设计很独特 同时呢又是小小的包型 但却非常的实用 像我手上的这一只的话 其实是它们的那个mini size嘛 但是呢它真的非常的能装 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短链条可以拆卸 你可以把它配到其他的一些小包包上面 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配饰 OK那说完包包的部分呢 让我们来说鞋子的部分 鞋子部分呢我们从最实穿最实用的开始说起 那必定就是Golden Goose 它们家的小脏鞋 我手上的这一双呢也是去年黑五的时候入手的 印象当中它的价格应该是在280290的样子 同样的如果说你完全不care是哪一款的话 那么小脏鞋呢在黑五的时候最低我是有见到过大概220230的价钱 基本上呢就是220到350之间都有 所以呢这款鞋子肯定就是黑五的时候入手是最划算的 穿到的机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真的非常的高 而且因为它本身带有一点点那种隐藏的内增高嘛 所以呢对于小个子来说又非常的友好 无论说你是去搭配露出脚踝的那种裤装啊 还是说一些裙装 它都可以把你的脚踝显得很细 那我个人是觉得呢大家在入手这款鞋子的时候 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去纠结说啊 它这个星星是什么颜色 它背后的这个是什么颜色 只要是一个这样子白色的底色 其实呢它都是非常百搭的 但如果说你已经有这双鞋子的话呢 就可以其实多去看看其他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设计不同的材质 那接下来最值得推荐入手的鞋子 肯定就是Gucci他们家的鞋子 我自己的话目前呢一共有四双 其中有三双都是非常适合日常搭配来穿 然后呢还有一双是高跟鞋 高跟鞋的话我就不太推荐了 因为呢真的非常的不好穿 那Gucci他们家的鞋子 真的在黑五的时候呢都不一定会打折 唯一几个可能会有折扣的地方 第一个呢就是各大闪购的网站 不确定他们黑五的时候 是不是会放出一些这样子的专场 折扣力度的话应该也不会大到哪里去 差不多就是一个八到九折这样子的折扣 之前看到过最好的折扣呢 应该就是差不多可以 八点八折这样子的价格入手 如果说今年黑五同样有这个折扣的话呢 我也会把它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那他们家的鞋子 基本上我买齐了这三双之后呢 就没有太多其他的念想了 另外一个比较实穿 然后又经典的鞋子呢 就是Pronza Scholar的这款鞋子 这个鞋子大家也知道 除了说每年年中或者年底这两次的时候呢 几乎平时也是非常少有折扣 但是黑五的时候呢 90%的可能它是会有折扣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看到这款鞋子 有自己的马术呢 真的就是要毫不犹豫的下手 因为它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 穿到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 它可以去搭配你任何比较日常的那种 outfit 同时呢也可以去搭配你任何比较dressy的 outfit 本身设计就很特别 然后看上去呢又很有气场 所以呢它可以帮你hold住很多重要的场合 而且呢它的跟高又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这种跟高 走起来呢也特别的舒服 唯一需要再次提醒大家的时候就是 大家买到之后呢 记得一定要贴鞋底 不要像我一样把它现在磨损成这个样子 每次看到呢就非常的心疼 OK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两个 可能不是那么的经典 但是呢我觉得是今年非常非常值得入手的两个牌子 第一个呢就是Gani 没有错 这就是我近期非常非常喜欢的两双鞋 如果说你有看我最近几期视频的话 应该已经非常了解这两双鞋子了 首先第一双这个是一个拼色的这种西部牛仔靴嘛 那西部牛仔靴这个靴型呢 就是在今年非常的火 走的风格呢就是那种非常不羁的中性的风格 所以穿上去呢真的相当的帅 而且呢用这样子比较man的靴子呢 去搭配一些比较有女人味的裙装 穿出来的那个效果呢真的特别特别的好 另外呢就是我手上的这款登山靴 我买的这个款式呢 它内里是一个这样子全羊毛的设计 羊毛的含量呢应该是在50%以上 所以呢真的非常的保暖 登山靴的鞋型今年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款式嘛 我平时穿的时候呢是比较喜欢把前面这半边给弄下来 所以呢整个秋冬的感觉会更强一点 如果大家不喜欢的话也可以把这个舌头给翻上来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小的短靴的设计 那Gani这个牌子的话无疑在黑五的时候 打折力度肯定是最高的 因为这双靴子其实我在双十一的时候就有看到了差不多六到七折这样子的价格 左边这双的话我目前没有在双十一看到有折扣 但是我相信在黑五的时候呢应该是肯定会有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今年呢想要入手一些在当下特别流行的款式的话 请大家认准Gani这个牌子 接下来这个牌子呢是一个非常高性价比的牌子 如果说大家非常喜欢一些品质特别高的那种真皮的皮靴呢 我真心推荐大家在黑五的时候好好看一下这个品牌 它就是Fry 那我手上的这双中长款的短靴呢就是在他们家入手的 它在靴型上面呢也是一个这种西部牛仔靴的靴型 其实Gani的那双西部牛仔靴的话 它也是有一个这样子高度的靴筒的款式嘛 所以呢当时我纠结了非常久 但是因为它的那个设计拼色啊花样比较多嘛 所以呢我就担心这种靴筒长度的穿上去呢 反而不是那么的容易搭配 但是这双呢我前几天去给它做了好几个不同的那种造型的搭配 它都非常的合适 整个靴筒设计上面也是比较挺的那种感觉 但是相对于Gani那双来说的话 它的皮质上面要更加的柔软一些 那这款的话我觉得在黑五的时候应该是 可以看到差不多7到7.5折 所以呢也是一年到头最划算的时候 说完鞋子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来说衣服类的单品 服饰上面我觉得最值得入手的几个品牌呢 就是Ankney Studio Isabel Mohan TB 以及说是AllSense 首先呢Ankney Studio跟Isabel Mohan这两个牌子呢 我都是比较推荐大家去入手他们的毛衣 像我身上目前穿的这一件呢 就是Ankney Studio他们家一个非常经典的款式 这个毛衣呢真的就是你入手一件 基本上每年都会拿出来穿的一个这样子的款型 而且呢在舒适度上 它即便贴身来穿呢也非常的舒服 搭配上面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非常百搭的类型 无论说你去搭配一些休闲的日常的那种牛仔裤啊 或者说比较女性化的那种半裙 它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呢这样子领口的设计 你完全可以在里面去做一些高领的打底衫的叠穿 接下来呢就是Isabel Mohan他们家的这个毛衣 这个毛衣的话也是我近期才刚刚到手的一件 非常非常容易断货断马 然后前几天我终于等到自己的马术restock了 所以呢就毫不犹豫的下手了 穿上身呢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效果 本身的话也是一个很oversize的这种感觉 我最喜欢的地方应该就是它的这个领口 因为你可以像我现在这样把它当做一个长领的毛衣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这样子高领的毛衣 那这个毛衣的话它平时不打折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难买了 所以说如果你在黑五的时候看到这个毛衣有折扣的话 真的就是要毫不犹豫的下手 搭配上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真的就非常适合去搭配一些比较宽松感的那种西装裤 所以呢我最近就还买了一条Tibi他们家的这个灰色的西装裤 其实我之前已经有一条那个灰色的西装裤了嘛 但是那一条整体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太大了 所以呢我就想说可以入一条比较合身一点 但同时看上去呢又是比较松垮的那样子的西装裤 但是呢这一件到手之后 大家看我的吊牌还没有拆 是因为我试穿之后呢发现我又买大了 我目前的话买的是一个零号 但是其实呢可能要穿零零号才会比较合适 那我想着有可能是上天的旨意吧 就想让我在黑五的时候价格更好的时候去入手 所以呢这一条的话应该就会这两天退掉 然后呢在黑五的时候肯定会有打折的 所以呢到时候去买肯定会更开心 我的天呢我刚刚查了一下这条裤子 想说看看还有没有那个零零号码 然后发现它现在已经直接六折了 所以在黑五的时候很可能还有额外的折扣 看到这种折上折真的会特别的开心 因为分分钟这条裤子我本身原价买的嘛 很有可能过两天我就可以这种三折四折的价格到手 实在太爽了 材质上面的话这一条呢它是一个百分百的那种羊毛的材质 所以呢在秋冬来穿的话真的非常的合适 哦那最后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入手的 差点忘记说就是Ankney Studio他们家的围巾 最火的应该就是他们家的那个cashmeal的围巾嘛 基本上就是秋冬搭配的造型神器 然后我自己的话比较喜欢的是 这个像是披肩一样的羊毛围巾 它的这个羊毛呢是那种比较粗的那种针织 所以呢款式上面会看上去更加的偏中性一点点 然后冬天特别冷的时候这个围巾呢真的作用非常的强大 就它的挡风能力啊真的是无敌 基本上你把围巾这样子整个围上去之后呢 你的抗动能力就变到了十级 而且这种比较宽边的围巾它的可塑性也很强嘛 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披肩来时 或者说把它多围几圈当做一个这样子的围巾也没有问题 OK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说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今天视频里面提到的所有的这些单品呢 我都会给大家去找到目前能入手的最低的价格 所有的信息呢都会总结好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同时呢我也会把黑五期间促销力度最大的一些活动呢全都总结好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查看一下 那最后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黑五买得非常的开心 之后呢我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黑五战利品 录完今天的视频感觉已经有了一种要开始战斗的感觉 最后就感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妈呀 感觉我要买的东西好多啊 可以刷你的卡吗 哈哈